大家好,欢迎收看五家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sir Hello,大家好 又是我Ivan来到五仔这个频道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和财经的资讯 最近很多人都去炒股 炒太厉害就没有人炒楼市了 对不对 似乎好像最近的楼市有点起色 天晒天 刚才卖了百多伙 全部都买了 当然是10月8日再加推第四号价单 平均资价达到2万2千元 当然了,1万9、2万元都卖了 当然是加价了 入场费478万 不知道大家是否心脆了 为什么只有107伙 越买越少 当然了,怕你卖不完 每次都息售 慢慢推 慢慢推 可以加到3-4万元一呎 不是说之后,不是说10年前 他还有10单 是投标的成交 当中最贵的四房 9103万元成交价 9103万元成交价 4万5千元 很厉害,似乎 好像很有起色 当然是特色 每个人都去竞投 今次他就去加推 但是新楼很开心 每个都去排大队超额 百多倍而已 哎呀,二手楼 就私人读潮水了 是这个元朗 最近又有一个新盘 都要加推 14伙 入场费 都是283万元 不知刚刚大家的口味 都比最近那些 都卖贵了5% 没有的,以时势 有得加价 还不加 人们松动了 股市又长黄了 但是如果每个都去炒股 就未必都去炒房 所以他们都慢慢息售 废话事 迟些买可能还买得贵些 但是 无毒有偶 其他那些 真是很惨 有些真的要劈住架去买 元朗 进拍 六、七年前 我也有出去看楼 我也差点买了 否则今次大领络 还照顾的是我 开放息285万元 要占卖 为什么呢? 没办法 最近元朗这么多新楼 都劈住1万4、5万元 去买 对不对? 这个津拍又不是地铁站 尚盖 开放式的单位 最近 要285万估出 车价位到1万元 原业主 六年前买入这个单位 都要虚193万 惨 大幅贬值四成 真的要输一半 加上责费 真的要输215万 跌幅有45% 绝对是屋苑 历尼的新高 尽管和大家看看 今集我来的分享 希望大家给点赞 订阅和分享 吴仔的频道 资料市里创作 三岁人八十 都投资理财 推广比较 好了 讲讲这个就是 进拍第十座 咦?我朋友住在旁边 第八座 哈哈哈哈 一个中层的追计室单位 坦白说 住到这么入 不是 轻铁又去不了 西铁又更加不接近 要搏巴士走去 是吗? 272呎 不算很大 开放式 住到这么远 要价格 当然是不稳定 去年仍然放430万 惨了 今年 似乎没有什么人叫价 最后要减到290万 才有人来接客 最后还要减到5万 285万成交 累积减了3.3 赤交来到107.478元 其实这个屋苑 基本上二手 大部分都要虚药2-30% 但今次跌幅 跌成四成 简直震撼了整个元朗 严业主 2018年 478万买 惨了 加上手续费也要说四成半 虚药215万 你附近 什么上拍 现在这个上拍 真是加推 喂 入场费也只是283万 人家有老台 又有花园 新楼 都是在19,900到1万1千尺 那这些二手货 当然是比下去了 人家还有花园 都是五百多万 都是 摘实是12,000 那你这个二手楼 真的比下去了 没办法 有件事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 这个盘曾经都试过 2015年逆手 那时都是298万 今次还要低 多13万 去到280多万 绝对是九年前的水平 惨了 哎呀 那真的附近呢 我想 那些楼盘 都可能要下跌 不出奇 所以 二手货 我经常说 被那些一手打得全 真是情何以堪 是不是 死货 再说说 除了团门 原浪区之外 团门 两房的四楼 连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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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车位 也值百多万 现在卖了五百六十万 去回十年前的水平 哎呀 可惨了 车价位到八千元也不用了 六年还要蚀三成多 是哪个屋苑呢 原来世纪二十一 A准就说 最近 团门一个叫做乙山 是不是叫乙山 连乙 连山 哎呀 真是 一伙两房的单位 二五百六十万 成交车位到七千八百十五元 是历年来的伸低 十年前的水平 惨了 这些又不是那么出名的盘 你知道是难逆手的 何况又不是地址三 这些又是麻烦的 这个呢 喂 旺海的 向西南不错 两房 连着储物柜 六百五十尺都不小 奇奇里里 正正 正正 现在呢 最近 都要跌三成 跪到二手水平 到八千多元 附近都是 但是今次这个盘 六百五十尺都要跌到 要蚀原本这个碟主 19年买到现在 虧了二百零五万 惨了 要贬值 26% 五年内 都要输这么多钱 所以呢 喂 有时候真的要看清楚 你成交 如果你说不方便成交 很多的 来市区很远 真的没有什么人叫价 对不对 其他的楼盘二手 都是八千到万二元 现在真的要去十年前 2014的水平 哎呀 上一宗成交 也要去到 不是去年 前年 要两年前 2022年11月才有成交 都是说七百五十万 今次要跌到五百六十万 就这样也没有了二百多万 所以呢 买楼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很重要 什么时候都说了 真的 如果不是 真的被人压价 就是因为我的听众 有些人说 喂,可不可以买些半山 买些远一点的地方 那些呢 啊,探去空气清新 喂 自己住 你打算退休就没所谓 喂 不是啊 你打算将来还要有钱赚 怎么逆手 你知道吧 现在新楼 四成都是内地客来买的 是不是 六成的资金都是内地客 真的 那你看楼大部分 四成都是内地客 那你想想 怎么办 对不对 何况那些内地客 喜欢大单位 六百多尺都要不小 真的 哎 所以真的不要说 喂,贪方便 贪便 贪便 什么时候都要买 一些地铁站上的优质 或者大单位 要好一点 如果想将来逆手 是不是 就是你看看 看得 拍卫心 势力 连续 沽了十二伙 哇 那些西饼客 立即出现了 什么叫西饼客 一单一单地买 有客人一买就七成 哈哈 立即买了七个单位 有个大成交 四伙一房 和三伙两房 那些都是二百多 到三百八十尺 你不要看少人家来收租 摘实围到四百三十八万 到六百多万不等 喂 赤架到万六到一万六千鞭 总共这些价格 三千七百万 哪个这么大手呢 原来是内地 是内地拼烟 哈哈 十月份 这个拍卫心 你知道了 新世界急着沽货 立即沽货 一周 刚刚这个礼拜 已经沽了八十三伙 涂已5.1亿 恭喜 似乎 郑志刚一走了 似乎是否风水好了 哈哈 不知道了 喂 你想想拍卫心的盘 都叫做海警单位 喂 不便宜的 卖到万六万七元 是不是 不要紧 跑道区 总有些支持客 这两个月 总共卖了四百十六伙 涂染了二十八亿 最近还要加推 三十一伙 最高优惠到十六百分钟 今个星期四 就先到先得发售了 不知道大家的口味 但我始终觉得 跑道区交通 不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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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好 你说那些轻轨 都不知道有什么人 投标 最后可能有什么雲巴 那些 所以 真是难搞些 这些位置 不太快 不太快 不要紧 别人就一搭一搭 车到大地克 一搭一搭地 买回去 是吗 今次卖到 哇 连续沽十二伙 都很厉害 真是很久没试过 好像这么热闹 果然 十一黄金周 长假期 是好些的 喂 其实周围我看到人生人海 真是不太差 经济 是不是真的说到这么坏 不是 对不对 总有一些客人 立刻出动 走来买房 对不对 现在天晒天 哇 都嘻嘻 合合 对不对 连新地 他们的董事 雷霆都说 减息周期到了 股市在香港 流市复苏了 短期应该有些信心 所以 天晒天 那些什么投标 没投到成 阿针吃9千万 哇 车价去到4万5千元 果然那些豪宅 就有你炒 对不对 最贵的三座 Peak Tower 我也有去看市民单位 很厉害 哈哈 一千九百九十一平方尺 四房 商套 哇 买到四万多元 不知道会不会像北国汇那些 海船那些 又跌价翻版 不知道了 但是 总有一些人 很有信心 是不是 我们要对香港有信心 是不是 还有一个非常有信心 就是汪敦敬 长益地产的老板 他经常在汪总随笔 都说 赞文说过去香港的成功 是充满白手兴家的故事 过往而已 你那一代又吃得正 整个浪 是不是 他都说现在的年轻人 被网上的价值错误的影响 搞到衍生了很大的问题 他觉得年轻人被剥削的一代 形容为割韭菜 其实 他觉得自己那一代 我们才是割韭菜的一代 要割韭菜 首先要拥有韭菜才行 真的 他们那一代说自己辛辛苦苦 上一代 这么辛苦 有羊毛才行 有资格被人剪的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有感触 当然了 大哥 你买了这个尖沙咀的豪宅 是什么 是那个艺术中心 艺术上盖的豪宅 哇 哇 那里有几亿买回来 我不知道现在亏了多少钱 你还差到最高位 那当然惨了 他就说 机会不是别人奉献给你的 是自己努力争取 珍惜回来的 但是得不到机会的 从来都不会检讨自己 掌握不了的东西 只是懂得埋怨人的 这句我就同意 什么时候都不要自怨自艾 他觉得 当下年轻人 面对这个时代的考验 信息混乱 难分真遇假 那一定要把握自己的时机 过往 股市大升 印证了时代的机会 比个个更好 所以呢 那不如你炒股 不要炒楼吧 是不是 大哥 随时你被人割韭菜怎么办 对不对 大上大落 是不是 寧愿冒险 难得少年穷 他都说 是不是 是的 年轻人很多都未必知道 当初有多穷 但确实现在 通胀的东西很贵 所以年轻人 做生意的 确实有多了很多不同的渠道 但是 打工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呢 我觉得他也要欣赏一下 那些年轻人 不是很像个个你那样 打一本给儿子 去开一些米酒 一些实际生意 不容易 哈哈哈 所以他说 第一个警戒就是 买不到想要的东西 例如什么呢 第二个警戒就是 如果不够钱去买必需品 不能吃 以前那一代真的会这样 这些才是窮的嘛 现在年轻人觉得他们都不是窮 物质上没有而已 确实是的 但是 喂 很多年轻人真的未必知道 现在有什么出路 所以呢 我觉得真的 不可以用以前的价值 来看二一代 对不对 现在 真的放猪四海 不一定要只在香港 你说 如果一出来这几年买楼 死火了 只是首期都失败了 没有了 不是个个像你做售业师那样的 我都不是售业师 对不对 就算我太太 或者我家人 做售业师 做银行 做金融这一行 都不容易 喂 你以为像上一代那样 真的 到处都有机会 是不是肯把握就有 这一代 其实真的要到处闯才行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可以用上一代的 思维模式去看 他还说 什么以前雨茶片 那些什么 废牢入院 去吐血 喂 现在不是斗窮 对不对 现在要斗 知识型经济 斗掌握时机 所以 真的不可以用上一代的眼光去看 创业 喂 以前不创业 打工都可以做 打工天后 现在是否这么容易呢 都不容易 他说 喂 以前派报纸 现在报纸也不能派 对不对 寧愿做其他东西 对不对 所以真的 我觉得这一代 其实 不可以用以前那代的价值来看 对不对 所以 年轻人应该 冲去厂 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喂 真的 如果上一代有资源 不要说真的 一定要给首期 买房子 买一些基金 给他收息 做一些储蓄 什么都好 起码 将来多个本 去打本 去做一些网上生意 打本 去做一些AI的东西 去开一些初创企业 也好 喂 不一定要炒房子 一定要光顾 一些地产发展商 喂 真是将来都是轻资产的 就是不会说 一定要有房子 一定要买房子 其实宁愿 就是你多个钱旁身 可以投资不同的东西 做一些低风险的投资 喂 你想想 现在多少债券 都有三四厘 是不是应该想想 分散风险呢 或者买一些基金收息 很多基金都有五六厘 甚至六七厘的基金 那你 其实都是一个资产配置 买房子 可以说自住 有个地方 住够你二三十年 理得你跌一半 好像刚才说 跌一半又怎样呢 至少将来退休的时候 一层楼 安置无忧 不用派别人家租 不租给你 都是大领络的 真是说真的 是吧 所以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真的要分散投资 不要做死一样东西 好了 今集呢 想讲讲呢 我喜欢的基金了 其实呢 这个世界呢 有很多不同的基金的 也有些公私型的共股 那今集呢 讲到我最喜欢的 就是呢 这个股神不菲得的股票 股神 他呢 拿着很多不同类型的股票 大家知道 两成是拿着苹果了 很多人问我 哪个股票呢 其实呢 你可以说它是一只股票 它是一只控股 他拿着最多的就是苹果 他那只BRK.B 巴郡 Busha Hathaway 已经是 半个世纪了 很多了 那么 当然BRK A 是很贵的 是几百万一手的 如果是平的 几百元有没有选择呢 有了 BRK B 就是其中一个选择 我呢 就透过每个月 存钱 就是每个月存五千元 放入这只BRK B 不断地複息增长 去做多一个複息的效果 你看到呢 其实你肯持有十年 就是每个月 你只存五千元 五千元 那当然 你最好就有一个本金 例如十五万等下去 不断地複息增长 其实去到十年后 你的本金去複息去到 五百三十八万 这个是假设 它本来有二十百分的增长 二十百分 那 是不是完全做不到呢 就未必是的 那你一定要 分散投资 不要只是拿死一样东西 其实呢 它的成功 就是因为它不断地 去找一些好的公司 亦都 它公司不会乱 去派息 将它收息的东西 不断地複息增长 那所以呢 其实你肯存钱 存十年都真的够了 你说 喂 我未必 十年下要退休 那你就存二三十年 其实你肯存呢 这笔钱都可以複息滚存 一百元 一百元那么粗 将来十年后 你都要变成二千五百九十三元 在那本书里也有说过 所以呢 複息增长 我经常说 牛牛和蜜蜂这个比喻 牛牛每个月呢 就存一千元 那它找一些 10%的複息增长的东西 它就三十岁才开始存 存了三十五年 最后呢 六十四岁 存够了之后呢 它是增长了很多钱的 那但是呢 都不够 这个蜜蜂 只是存十年 二十岁到二十九岁 只是存十年 这个例子 最后呢 哇 它呀 只要不断複息增长 64岁呢 变了五百三十七万 比你后面呢 你只是存三十五年 每个月存一千元 是多很多的 那所以呢 真的呢 你要肯 去投资 去不断複息增长 都很紧要了 那和大家看看 这个 BRKB 了 BRKB 这些股票呢 昨天收捕 453元 其实这一年呢 你都见到 由最低位 330多元 升到450多元 那些人说 那些人说 很贵啊 买不到了 我这些东西 我说了三年半 我从200多元 做节目开头 说到 试过300多元 那些人说不贵 跌下来280元 又说贵 现在 股市 什么都正常了 你都不贵 那些人说了 对不对 我不是叫大家 立即全副身家 都放进去 你一定要分散投资 但是呢 其实 真的 他的成份 他有持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呢 是不是真的高风险呢 你一定要分散投资 即管和大家 看一看 其实他的持仓 他都持有很多不同的 sector 的东西 不会只持有某一只 看到他持有最多的就是苹果 持有29% 接着 American Express持有13% 美国银行持有10% 可可乐 大家二十轮场 每天都喝了 8.9% 还有雪佛龙 西方石油 穆迪卡夫芝士 大家都经常吃 最近还有他心爱的 保险股 朱BB 这家 接着全部都是日本的 例如Mitsubishi Itoju 那些 Mitsu 这些 日本的商社 这几年都升了一倍 很厉害 还有 去年他才买的 City Group 美国的 Quadra 这些都是 超市类的东西 Visa 比亚迪也有0.7% Mastercard Amazon 所以他的持股 非常多元化和分散 最近这几年 都买了日本的 Stock 其实他的股票 也算是挺完整的 虽然减少了 苹果 但也是最大的成分 所以他也不想拿到五、六成的苹果 整个手都是 何时都要分散投资 最近也有买一些科技类的东西 所以他没有说死牛一边 只要拿死某一样东西 你看到他非常分散 你知道现在美国最大的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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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挺好的升幅 所以我觉得 那些人说 我不想这么多科技股 其实股神也算是比较分散 多一些不同的类型 他也有科技 也有不同的东西 所以 何时都好 要懂得分散投资 不要造死一样东西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理财收息 如果想知道更多 或者知道我如何投资 好像五五仔一样 可以不断的福息增长 周游烈角 有个 做了一个退休的基金 欢迎大家WhatsApp我 问我关这方面的心得 以及看我那四本 《退休四部》 希望大家支持我的新书 多谢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理财收息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五仔 这位是Ivan Sir Hello 各位好 你给老板早退休的作者 怎样不用钱可以供到一层楼 很夸张 但其实Ivan一向都是赢我们的 在上年和我做过这么多财经的节目 你有些战绩和大家说一说 不敢当 其实都不敢当 火运都很重要 不敢当 我们都是有些策略 我们都不是随随便便去炒卖卖卖卖 所以说成绩都OK 他那些很刺激的 我知道都稳不少 但我就比较稳定 其实五仔对Ivan的推介 我发觉原来分散我的资产是可以很好处的 是可以用很少的钱 可以这么说 直接是别人帮我供了一层楼 债券通常是两厘三厘 各负债券一两厘 好少少的投资级的债券 可能有三四厘四五厘 又可以收息 又可以做到一个资产增值 债券的好处就是他一定会有利息 即是有多少厘大概 大概就有七点多厘的 七点多厘 买楼听说是两厘多的 一般是两厘 月大的楼二三千万的楼 基本上都未到两厘 所以我自己的计划 就是将一部分的资产 让他生息出来 我们有个首期 每个月他生息出来 就帮我供一层楼 这样那些钱 生钱我就不用打工 就去供一层楼 其实是一千万 如果你说银行只有一千万 可能真的给的利息 起码都三四百万 管理费 你现在说是几元尺 好少少的 你真的说是千多二千元的管理费 很多人以为就是买楼 可以的了 其实这个世界很多方法 帮你钱赚钱 每个月有个息 还有我想说 你说七八厘 给你如果有三百万来算 你三百万在香港买不到一层楼 但是收回来的价格 我们上次算过 一万两万多 两万多 两万多的楼 香港起码都要七八八百万 是 我们都是觉得这个是比较风险 去分散 不要说一铺所有鸡蛋白 在一个同一个栏 没错 Ivan经常说一样东西 不要所有东西 沽住一宅 分散了你的风险 绝对可以放心